大家好,我是阿宇 快要过年了嘛 今天来分享一个搂猪肝的做法 做法简单,一看就会 我们在挑选猪肝的时候 一定要挑选这种颜色鲜红 并且非常有弹力的猪肝 这样才更加的新鲜 先用刀在猪肝表面 划上几刀 这样可以方便更加的入味 然后将它放进大碗里面 加入清水 最少要浸泡半个小时 这一步可以去掉猪肝里面的血水 看碗里面的水已经变红了 然后我们将猪肝给捞出来 再换一遍清水,清洗一下 洗锅之后将猪肝丢进锅里面 加入葱段 姜片 加入清水 用小火来煮 千万不要用大火 大火的话猪肝容易变老 趁这时间我们再来拍一点大蒜 再来切一点大葱 大葱真的是涨价涨得太厉害了 一根大葱差不多要三到四块了 然后再来切一点生姜 切好之后将它们放入盘中 加两片香叶 一节桂皮 一点干辣椒 再来两个八角 锅里水已经开了 用浮沫将浮沫给打掉 接着小火煮 大概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中间可以给它多翻动一下 将猪肝组织用筷子穿透 没有斜水 然后将猪肝给夹出来 放在温水里面 将它洗一下 洗好之后 控水丢进大碗里面 锅里放一点食用油 下入刚才切好的配料 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清水 加入两勺的老抽 三勺生抽 再加入两大勺的食盐 加入几块冰糖 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将它倒进猪肝里面 就这样让它泡着 大概需要一晚上 泡好之后 将猪肝给捞出来 然后将它切成薄片 这个卤水可以用来泡鸡蛋 也是非常的香 切好的猪肝上面 淋上一点卤水汁 更加的入味 这样做好的猪肝 口感一点都不老 没有腥味 吃起来粉粉嫩嫩的 非常的入味 过年过节的时候 可以准备一些 保存在冰箱里面 谁吃谁取 非常的方便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 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鱼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